为什么到今天 我们念佛不能往上 这一段事情 只要我们自己认真 反省一下就能够 我们天天念佛 烦恼稀奇有没有念掉 自私自利有没有念掉 是非人果有没有念掉 幸福气躁有没有念掉 如果统统念掉了 你决定了 如果天天念佛 还有这些毛病兴起来 那就靠不住了 确实有些同学能找我 他们很着急 念佛功夫不得了 为什么念佛忘念那么多 极其那么重 用什么方法 能有效果 最近 北京胡晓邻居寺到香港来看 告诉我 他也是烦恼稀奇 太重了 最近四个月 厉害了一百二十天 他采取映光老法师讲的设计法 寂数的设设法 很有效 让你念佛的时候烦恼也进不去 老法师的神念法知道的人很多 但认真做的人不多 胡晓琳就是这个光碟我带来 这边同学可以把它考虑 大家好好来学习做个参考 映竹的方向教的方法三个清楚 第一个 佛号从心中生气清清楚 口中念出 耳朵听进去 念得清楚听得清楚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 记书记得清楚 不能用念主 用念主要分心 什么的计法呢 从一到十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这边阿弥陀佛是第几神 从第一神到第十神 这叫神 心里的急速 不能够用念主 心里的记得清清楚楚 可不能说 阿弥陀佛一 阿弥陀佛二 那就不行了 那就错了 阿弥陀佛念得一个慢以后 不要太快 让你的心定下来 这方法真好 胡晓琳做了报告之后 胡逆逆居士在家里试验 试验了三天 效果真好 以前念佛 查念 这个妄念的态度 居然用这个方法 就算念出去说 很有效果 要很有耐心 从一几到十 不容易 每一句佛号的人知道这是第几神 不要二十三十 就是一道十 念完十之后 又从第一 第二 第三 要这样几方 清清楚楚 如果觉得很有困难 这都是念祖说的 你把它分成两段 从一到五 从六到十 用这种方法 如果再不行了 就用三段 三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清清楚楚 这三样清楚 你才能实现 大师之菩萨告诉我们 都是六根经验相机 念佛实现 基数是实现 如果错了 就从头上来 没有算 很有耐心 你必须要确定 每天念的时间越多越好 时间久了 你必须忘念 自然没有 自然就得清净性 念佛 念我得什么我 无量寿经上讲的三个目标 第一个 清净性 第二个 平等性 第三个 大车大悟 就是明星界限的 就是明星界限的 是传承佛的 你一念到清净性 你就决定在身界 保证地往上来 万修万人去 念到平等性 平等性性 看人 看世 看一切万物 都是一样的 没有分别 看所有众生 全上弥陀佛 树木花草 也上弥陀佛 上火踏地 还上弥陀佛 平等性性 你往生极乐世界 生方便有余土 如果你 清净平等军力 就得到大车大悟 明星界限的 你往生是生十多多年度 念佛就求得不求悦点 自私自利要放下 明文灵阳要放下 是非人故要放下 这个东西不放下 这叫轮回心 轮回心念佛 还是要考虑到轮回 那念佛有没有好处呢 有 六道里面得佛报 不能往生 在六道里面得佛报 相复 相复好不好 冷静观察 佛报大的人造业大 相复造罪 佛想完了之后 罪报现前 山头就去了 这是大家不能不知道 所以我们如何让我们的功夫符合 当时知菩萨所说的标准 多舍六根 经典相机 英国大俗讲的这个圣灵法 就是根性恒烈的不是上根立志 根性恒烈的用这个法 能够达到大师之路的标准 多舍略用这个 经典相机 详定